包括像聯合報警也在分析 就說因為年輕世代封 小紅書和抖音 的確我看到我身邊這些 妹妹從國中高中開始 看的真的都是小紅書 那所以呢 敢言敢衝的趙少康 能夠成為藍營決勝年輕票的關鍵嗎 侯康佩呢 本來被解讀成深藍組合 僅為收攏散掉的泛藍金本盤 不過趙少康接連重炮出擊 有可能會以聲量上的量變 帶動選票上的質變 創造出最後的逆轉勝嗎 那再來的話 是20歲出頭的年輕世代 從國中開始呢 就開始接觸小紅書啊 抖音啊等app 不排斥中國大陸的流行文化訊息 趙康旅打和中國大陸交流牌 加上他敢言敢衝 是否能夠成為類似江南大叔的藍營大叔 吸引年輕世代的支持呢 這也是我要請教這個 心態也很年輕的育方委員 就是搶年輕票固然好固然重要 但是也要提醒啦 最怕搶一搶到之後 自我感覺良好 那因為年輕人也會怕這個嗎 我覺得年輕人喔 喜不喜歡一個政治人物喔 是要看他的思想 對 不是看他的外表 或是他的年齡 我舉個例子來講 美國的Vermont這個州 選出一個參議員 這個人叫做Sanders 桑德斯我們翻 他年紀非常大了 他兩度爭取美國民主黨的總統提名 第二名 兩次都第二名 2016跟2020年 他年紀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呢 你去做民調 他的支持者裡面 很多很多都是年輕人 因為他有反叛的精神 他同情弱者 他支持工人的權利 他支持窮人 所以那個健保 政府要照顧這些窮人 要付這個PTIM付健保 費用這些等等 學生的獎學金這些 他們有借貸跟政府借貸念書的 這些等等 他都是支持他們 都站在年輕人 站在窮人的那一邊 所以他支持者 反而年輕人最多 所以這個不是看那個 因為年輕人要看的就是 你有沒有一種反叛的精神 所謂反叛不是說 哪槍 哪刀 道 街上造反 而是說你敢不敢挑戰 既得的利益者 你敢不敢挑戰一個 不公平的既存的制度 我認為這很重要 譬如說年輕人 現在很多人對民進黨的執政不滿 電視台就把它關掉 像中天說關就把你關掉 然後剛剛講的口罩 疫苗 雞蛋處理的這裡面是會生會營 那個會是跟金錢有關的會 這個當然年輕人就會很不喜歡 如果有政治人物出來勇敢的批判 民進黨這些作風 我請問你年輕人會支持他 還是會反對他 當然是支持他對不對 年輕人就是不怕對抗強權 可是民進黨很厲害的是 他們也在洗風向 拼命的洗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你要洗風向 人家只要隨便說 那你就把口罩的那個 那個錢拿出來看一看 你口罩一個買 跟廠商拿3塊錢 你賣我們5塊錢 或是你拿3塊半賣我們5塊錢 那已經用了上億的口罩了 你政府賺了好幾個億的錢 這個錢到哪裡去了 政府把帳本拿出來看 你不必講什麼 你就拿帳本出來看 你買了多少口罩 你拿多少錢買的 那你賣給人民多少 那一共總數目多少 那那些錢利潤 中間的利潤到哪裡去了 說不出來啊 不是只有口罩 我剛剛講疫苗 疫苗的問題 還有那個快篩問題 也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講這都沒有用 多數有很多的學生出來 找工作有問題 要不然這工作的待遇 是非常非常差的 他們能夠接受嗎 不能接受嘛 所以我覺得 照照康次這樣子 是有一天我們在 有一個他找了幾個朋友們 聊天開會討論說 要怎麼吸引年輕人的表達 我跟郝龍斌 堅決認為他要走進校園 你走進校園嘛 學生一定挑戰你嘛 因為某種程度 你也是權威啊 對不對 挑戰權威是年輕人 想幹的事情嘛 那你就跟學生植求 對正嘛 對不對 那學生問的問題 你不要逃避 你就回答嘛 你知之就為之 你不知就說不知嘛 你反對你就說反對 我如果這種明朗快速 植求對決的作風 我覺得學生會喜歡你 年輕人會喜歡你 所以我跟郝龍斌就立足他進入校園了 他前幾天告訴我 他大概準備進四個學校 五個學校嘛 五個學校嘛 如果這就很好啊 那國民黨就應該做這樣的事情啊 國民黨以前在校園裡面 被說要黨政軍推出校園 對不對 那推出來有誰進去了 誰進去甚至補貼社團的 是哪個黨幹這樣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清楚嘛 哪個黨有這個錢 哪個黨敢這樣幹的 就只有那個黨嘛 所以我認為現在就是說 校園是屬於學生的 屬於社會所共有 你走到校園裡面去 很真誠的跟學生進行對話 我覺得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40天 我覺得來得及 國民黨可以藉著趙趙康進入校園 讓人家了解 國民黨對校園 對學生 對國家的前途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認為這個是很好的 這就是大家意見的交流嘛 好 在這邊這網友 倪玲 董內金啊 他說很久沒有見到 林育芳委員了 請委員喝咖啡 特別董內 不要客氣 真的不要客氣 謝謝 那漢婷 漢婷要補充 我剛剛補充 因為講到這個小紅書跟抖音 就是如果我們在地議員觀察 最直接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在北投市 是 在過去呢 因為北投市 你會藏一篇綠 然後很多不論是校慶園優惠 或者比如說中秋晚會 然後婆婆媽媽們 跳舞唱的歌的音樂 都是日文歌 但是這兩年呢 開始用抖音歌 對 甚至在小學的校慶或園優惠 我甚至還有聽過 《醉炫民族風》 這個我聽到也是要醉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首歌 就是大陸很火紅的歌曲 或者要嘛都是國際版的抖音 台灣在聽了還是 國際版的抖音比較多 但是也會有大陸抖音 傳過來的歌曲 所以我當時在學校的 這種校慶園優惠 然後聽到這些歌的時候 我當時就覺得有救了 還是挺樂觀的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XD 10 1 、2 2 2 1 0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